WHA 各位知道它是聯合國的專門機構 英文叫做Specialized Regency 很多啦 像氣象組織啦 或者是一大堆 那這個特別重要因為它跟健康有關 所以差不多聯合國的會員國 192個 幾乎都是它的會員 那這個國 我們退 我們失去聯合國代表權是1970年 我們剛剛看到的 那時候聯合國秘書書就去喊所有的專門機構 通通都把台灣趕出去 所以我們當然就失去了我們的振分 到了1997年的時候 李登維總統說怎麼樣 我們試試看 那時候他剛剛完成他的公民執選 選上總統 他說我們試試看 好 我們從1997年開始 花了12年的時間 要進入WHA 用什麼辦法呢 就是最近有人建議的 然後我們的邦交國族提案 提出一個專案要讓台灣進來 最後呢 12次提案 12次都被懸殊的表決 否決了 這個 否決了 都是130對30這樣子的 沒有辦法 人多 那我們後來為什麼成功呢 很重要就是說 剛剛上任 我就在就職眼說 講得很清楚 我的兩岸政策 是在中華民國縣綁架下 維持海峽兩岸不同 不獨 不武的現狀 下面舉非常重要 並且呢 在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的基礎上 推動兩岸的河北發展 比如這個做基礎 後面的問題 簡直就是 真的是這麼好開門了 所以我上任還不到一個月 兩岸就已經簽了 三中渡客來台 第二年 因為當年我為什麼沒有去呢 因為當年我救了那一間 他們正在開會 因為來不及了 好 到了第二年 一月份的時候 這個衛生 世界衛生組織通知我們 我們可以參加世界衛生條例 叫做World Health Regulations 這個非常重要 這是跟世衛組織 是聯繫的一個機制 我一看這個我就知道 農古人說 這個春江水暖 鴨仙枝 這個有這個時候 就表示好兆頭 我人到了四月下旬的時候 來啊 我們的衛生組長 葉金川 就接到了邀請函 條件是什麼呢 這是他邀請函 他說 這個Doctor 這個葉金川 他叫做Ministral Health 衛生部長 正式的明天 然後呢 國家他是用中華台北 回到上面 這樣一點 這邊你看 頭銜是衛生組長 正式明爭中華台北 正式身份是觀察員 聯繫方式 直接與WHO聯繫 都經過中國大陸化 然後呢參加的活動 就是大會部長會議跟技術委員會 我們在沒有 擔任觀察員間 能不能去也能去 但是去什麼會呢 第一個 最高最高 是我們疾病管制局的學長 第二呢 名稱呢 是什麼 中國台灣 中國台灣 台灣 中國 然後呢身份呢 沒有 沒有什麼 參加的活動呢 只有聯繫 所以是完全不一樣的待遇 各位現在做到這個地方 就是法面的差別 差別大 因為有這個待遇的話 到了會場 你才會被抖著 對不對 跟大家都都在一起嘛 那跟全世界的衛生部長 都可以合同 我們藉這個機會 每一次去 都可以跟將近 剛開始是二十個 三十個 四十個 雙邊的 讓我們很多的 經衛生上的成果 讓他們得知道 譬如說我們在那邊推動 到時候我們在台灣 反菸的成果 各位知道台灣的反菸 成年男子的吸菸力相比 婦女跟青少年 稍微成高一點 相對來講 成效不差 還有呢 我們前衛生署的 國劍局署的署長 修淑齊 他很會推動 減重 他在台北市當國衛生局長 推動台北市的 減重 一百磅公噸 結果 結果 弄得很沉默 超樓的完成 聽他說 最主要原因 是我也貢獻了 四公斤的罪人 所以到了中東府以後 他又開始推全國的 這次是一千兩百公噸 結果我也搞成 他把這個數字 告訴美國的衛生部長 把他嚇死了 美國人胖子太多了 沒有一個國家理想 想去減重 是瘋 就沒想到我們雖然 膽敢減重 但是這點是我們成功的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各種疫苗 因為最近這幾年來 流感 還有包括健流感 這疫苗 都現在大部分都被自治了 那一年我到 當地美洲去參加一個 總統的舊職員 碰到墨西哥的總統 Gardellon 他那個時候 正好是H1N1 失滅的時候 他下了一個大決定 不准他的國民出境 不要帶到他的國家去 當然他們裡面死的人就比較多了 可是外面就比較多了 這一點全世界都給他肯定 所以我看到那個時候 我大加讚許 他是少數幾個 阿里美洲會講英文的元首 所以我們聊得很快 然後他就問 你台灣的情況怎麼樣 我說我們 那時候大概是八月吧 我說我們大概兩三個月後 我們自治的疫苗就可以上市 他嚇一跳 你們自己會做疫苗嗎 我說會了 各位想想看 我們這些地方 後來我們還跟 你需要的話 我可以捐價值五百萬的疫苗 後來他們好像 沒有這麼大的需要 都沒有 這些東西都顯示出 我們利益力量很強 讓我們的健保 全世界的知名 可以說是一個 所謂single payer 就是單一付款者 你們最成功的一個 這個是我們的強項 我們到了會場 很多人家來找的 跟我們互動交流 當然就使得我們國家 知名度也好 影響都增加 這個才是開會 很重要的問題 所以很可惜 我們花了八年的時間 每一年都去了 一直到去年 因為我已經要卸任了 但是呢 他的邀請還是發給 我的衛生部長 衛生部長 所以他加了一個條件 這是在聯合國大會2758 決議之下的 那個決議我剛才講 就是排除台灣的代表 但是並沒有說 台灣是大陸的部分 所以條件就不一樣 那個時候 林鄒委員部長出手 也很緊張 所以開會 都是說 我來自中華台北 都是用中華台北 烈金穿了 就比較調皮了 他說 我來自中華台北了 不過呢 提到 歡迎你們到台灣來 他不會說 歡迎你們到中華台北來 到了最後面 講完之後 謝謝有時候 乾坤 他講完就沒話 他有時候還 你看完年小花樣 他們那個大會的歷史上 每天在那邊聽 看我講幾次 才玩 然後我跟他小孩 也會講中華台北 但是各位都知道 我們在世界的衛生界 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而且我們願意幫助別人 他是這個大會的一個資產 不是負債 只要我們在這些 基本的小問題上 能夠解決的話 所以那邊是不成問題 可是現在很多人去 非常可惜 還是要